老師 各位貴賓 歡迎來到今天的 修行禮靜 當代宗教傳統 以對話的論壇 那我們這個場次有 我來講印度教 蔡老師講以實際上的靈修傳統 不過我先講幾句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對話 對我們來講也是非常不容易 平常我們老師雖然是 學有所專長 但是不太容易 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來探討自己的專業 那我們剛剛聽了 發現非常有意思 我希望華眼 大華眼這邊 能夠繼續來辦這樣的一個會議 我就不多講會話了 那我今天這個題目 是講印度教的靜信跟休息 這個有點好像在上課 我跟大家來介紹一下 印度教你們只要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上我的印度教的課 所以只要是一個經典上面的探討 那這些經典基本上都牽涉到印度教在這方面發展的一些關鍵 所以我引用了好多經典裡面的東西 在大概有三部經典 三部重要的發展 一個就是奧義書 Upanishat 還有秘魯节觀賬 Yoga Sutra 还有伯爵梵歌 Bhava Gita 这三个 大家都认为相当重要的印度教经典 来做一个探讨 印度教这个净性 Bhakti 这个观念 他原来是 对于神 就是神起的一个归根幸福 所以印度教它开始有一个比较 独立的神观 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等一下会提到的这个 自在天这个观念 Yishvara 还是Isha 还是巴黎雲所讲的Ishara这个观念非常重要 就是有一个相当独立自主的神 这个观念之间非常重要 因为有这样一个观念所以 这个神跟信者 就是他的follow 还是believer 跟Yishvara之间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互动关系 这样的一个互动关系 让印度教的善男信仪 他有一种 前进的心理 那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 我们也看到 修习还是修定 就是bhava na 这样一种 思想 就是 怎么样子让自己可以跟神更为靠近 然后呢 让自己的这种 所谓的灵修生活更为丰富 我想这个很有关系 不过 像这种 休息还是修定 我觉得跟佛教关系非常密切 在印度我想谈到印度教 不能不谈佛教 那谈佛教的发展 也要谈到印度教 因为 我们晓得 像这个修定这个观念 就要 就是 沙门里面所讲的 早期我们在巴黎文献所看到这种 还有 就是所谓心事跟节肢 总要来修炼 这种功非常重要 经过这样的一个休息可以获得一种所谓专制无二心 那在印度教 最后 他的一个最高的一个理想叫做 犯我如意 那这边报告就是对这些 很重要的思想来做一个介绍 好 第一个就是说 他有一个叫大 自在天 还是自在天思想的这个开展 我们晓得佛教也有自在天 就是 观自在 这个根据我的看法也跟 印度教的 自在 自在天这个 这个思想发展有很大的关系 这边我就不多提 那有这样的一个 自在天 的 是想 开展对整个印度来讲是一个新的 新的开始 那我这边就随便讲 讲一些 因为这个是有点像是 经典上面的探讨 那这个 其实自在天这个观念 可能跟佛教 也有很大关系 印度教的慢慢 透过佛教 发展是一个比较系统化 的一个思考 所以你看 我从大政杖跟那个巴黎的禅谱 我来 看这个观念 就是 范跟自在天的观念 他是一个造化者 一个化身者 最上者 自在者 是以生还有未生的一个 之父 就是说 一个 所谓 创生者 但是又不受 限制的一个 有点超越观念的一种 神的观念 这种 观念的这件事实上是非常重要的 神他是独立的 他是制止的 他是不做 不受以作 变化 所影响的 但是他又列在于 整个 宇宙现象里面 他是等于说是 既内在内 又超越 这个观念的 产生我觉得是 非常重要的 那这个观念 我觉得可能在佛陀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那 慢慢的 在 后来的奥义书 不是早期的奥义书 比较中期的奥义书 比方说我们 在这边所看到的 我提到的自在奥义书 跟 白鲁奥义书 他提到一个非常重要 我把这个 经文念一下 就是 唯一者不动 比思想更快 然后众生敢不让他 然后 他又动又不动 既遥远又临在 在一切之中 又在一切之外 然后在 我看到众生 在众生看到自我 这样的一个 非常 这个 比较特斯科的观念 在自在奥义书里面 他就出现了 更具体的就是 在 白鲁奥义书 这个奥义书 只要是对 自在天的冥想 非常重要的一部文献 一部奥义书 他说 这个神 无所不在 最先 已经出生 又在胎中 过去 也是未来 在人当中 可是又面向一切 在火中 在水中 等于他无所不在 这个观念呢 非常重要 可以说把印度教有关于自在天 独立审这个观念呢 做一个总结 跟发挥 那 这样的一个观念 就是 所谓的自在家 他超越二言对立 然后完全不立 完全独立不受 任何限制的存在者 是一个 宇宙自细的创造者 研戏者跟破坏者 他什么都行 是一个全能全知跟变在的神 那这个神呢 这个神呢 存在的话呢 他就变成我这边说要讲的这个Bhakti 因为你信仰神一定是一个 所谓全能全知跟变在 他才有办法 救死 也跟刚刚我们在台湾的 比较专业的 印度教的密序 刚刚提到这个 身体锻炼这一部分 就Tantra 密序运动他一个很重要的 要跟神来合一 透过修行 跟神合一这样的一个思想技词 Bhakti运动就让信者跟神体之间 发展是非常亲近的这种 信奉跟救度 的关系 那志在天呢他可以 以这种无上的救赎能力 透过发生还是神变 随时随地 可以来拯救众生 这个有点像是 这个关志在 众生 透过对于神的 专心 奉事得到救度 也可以透过密序的方式跟神合我为一 获其无上价持 那最明显的就是我在 接下来在这边 所提到有关 博且范哥 博且范哥的例子 把一些行动献给我 抛弃一望专制有 排斥烦恼 就跟 在马巴塔里面这些主角 讲说你就去战争 不要想那么多 你假使 遵守神的教导 满怀信心 毫无厌言就能摆脱 行动的事负 最重要是在 下一个引言就是 你把一切行动献给神 以我为最高目的 专心致志 休息 宜家 诚实我 崇拜我 那你只要这样子的话 你就可以进入神的世界 那神呢 就很快 把 这些人 救之生死轮回之苦 好像跟佛教也非常接近 就说 神可以来 透过你对祂的一个 奉事呢 只要 唱祂的名 还是 你引祂的名字呢 你就可以得到 解脱 这个 是跟潜能潜着 跟变在的神 有很大的关系 好 那这个神呢 那观念之后呢 非常重要就是说 可以透过对 这样的一个前人的神的冥想 然后呢 在生活上 有一个新的 新的一个 修习方法 早期 我们晓得在佛教之前 早期的这个 佛文 我觉得并没有实修的层面 只有对我跟范 一个冥想 跟讨论 那 佛教 还有其他教 一开始就开始有所谓的这种旧式观 那是否认为说个人一定要气势还有这个修行才有脱离苦海的可能 那印度教 慢慢的 慢慢的 吸收了这个撒尔门的传统 主要是佛教 其他教育也有 那这个像这个修订 还是修习这个观念 也是 初期佛教的一个观念 麻烦了 那一定要透过这样的一个修订才有办法达到 新的平衡 极尽常乐 获得救度 那印度教他在 参考佛教的修乌形式讲 只要是 我觉得 遗切经 只剩下两分钟 那我就 快点讲 就是说 这个遗切经是很重要的一部文献 但是它 不是一个 纯粹印度教的文献 它是吸收很多沙门的 实际上 比方说我们在看到 这部经典里面他也讲 慈悲喜舍 然后 所谓三摩地 这样的一个理想 多在这个经典里面 可以看到 那我就 随便翻译的一些 这个 从《一切经》里面 它的一些文记 范文的文记做一个 翻译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因为时间的关系 那这样的一个 思想缘辩 到最后 在勃起的范歌里面 我觉得就是思想上面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 结果是 因为整部的勃起饭歌 基本上 所谈的就是 这个 以且 以且 那我 这个 它分成三个以且 一个是行动以且 一个是 所谓的知识以且 还有 最后 最后一个就是 你 尽兴以且 所以整部 勃起饭歌 基本上 就是在讲 这个 Yuga 跟Yugin 所以我觉得非常重要 那 勃起饭跟 在这里面将 以且做出最会 宽管的解释 就是说任何行为 只要能够专制不屑 便是以且 然后有这样的一个修士功夫 便是 以且行者 那不管是在 奉识神 神起 还是 你的 主者 还是 专制冥想 只要一心不乱 就可以 成就 以且 我这边引用的一些 从勃起饭歌里面 所 在录下的一些句子 比方说 遂行以且 亲近自我 控制自我 祝福感官 自我与众生 同一 即使形容也不受误然 在印度教他比较 强调 我跟饭合一 所以说 将一切行动献给犯 舍弃执着我 从此行动 不受任何罪恶污染 由于 连夜 不沾水一样 还有 就是说 崇敬的 是永恒不媚 不可名状 没有显现 无所不在 不可思议者 不变者 不动者 长存不媚者 这也是对于 至高神 的一个冥想 所以 各位可以看到这边呢 整个 伯学范哥呢 他把之前印度教 还有佛教这些 是想做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整理 好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先讲到这边 等下还有时间 很好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